好 開始錄影 好 就沒什麼了 真的沒什麼 這10個而已 10個而已 10個而已 因為有些人也先走了 對啊 而且我不確定是不是早上弄壞 也許是下午 也許不是下午 是早上的事情 你知道嗎 可以 所以你知道最近星球有一個杯子 他晚上會特別會跑 你一直在丟了 我知道喔 知道 是嗎 姓東嗎 超恐怖 他早上那邊一坨都死 OK 反正零百塊 好 同學來 來 看一下喔 表面張力這邊定義上 它是說我們的表面張力T 等於力量除以L 這力量是什麼L P 力量除以L 力量除以L 力量上還沒到 那下下一張 在這邊T代表張力 力代表F F代表力 L代表長度 長度是什麼 簡單來講 假設說 我現在這個物體 我放它隨緣區了 所有跟它接觸的這一圈 這一圈 加起來 就是我的物體 就是我的物體 放到隨緣區 它跟隨緣區接觸會有一圈 有沒有 假設這個圓棒放進去 它就都有一圈 那一圈就出了L 容易怎麼 周長 對 那一圈周長 或者是我就放進去 你看它整個跟我的水有接觸 這一圈就是L 它是壓到底 對 它跟它包圍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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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一個界面 這界面就會產一個力量 這界面就會產一個力量 這力量就叫張力 表面張力 所以我們當 假設我現在把一個水 放在一個杯子裡面 可是媽媽要怎麼算啊 等一下我跟妳講 等一下 可以 這個比較問題 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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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你拿起來如果不是寫的話 通常說就不會 就不會 所以如果你鞋拿起來 它就沒辦法成功 等一下我來問一下 你為什麼把電腦打開 你為什麼把電腦打開 謝謝你 好 那個 如果說我在杯子裡面裝水 我越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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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過那種表面張力的情形嗎 看到嗎 看到沒有 看過沒有 好 好 我把杯子的 休息躺了 看著火片 謝謝你 謝謝你 這個水會越來越 會撐起來 會越來越撐起來 然後水會越高越來越高 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是 它的張力是由這條線 沿著杯圓的那一圈 去拉著它 去拉著水 把它把水拉著 過境是杯圓吧 這個地方是杯圓 好 這個例子上是杯圓 就是說 你可以看它是任何地方 你去 怎麼去感受表面張力 也很簡單 你拿一條繩子 你拿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你要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繩子是被拉緊的 記不記得有種感覺嗎 沒有 把水盆倒下去 然後拉起來 什麼 把水盆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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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多一點的實驗 把水盆倒下去 把水盆倒下去 基本上 你看這條繩子 拉起來的時候 它在身上有點彎曲 對 這一次 來 我現在把它放水盆去 把水盆倒下去 我放不到 等一下 把水盆倒下去 把水盆倒下去 我把它拉起來說 好 簡單來講 你看像我這樣 它這個形變太嚴重 這個繩子太粗了 你看我這樣貼著 它為什麼貼著 因為水會黏 除了水會黏之外 水跟這個物體之間 它有一個附羅力 它跟杯子有附羅力 所以把它黏住了 它黏住的那個力量 在那個形成表面 它就形成一種張力 它要帶著它 那個張力跟那個界線有關係 所以我們用L來去拍 A代表是 水面包含 我是 表面張 代表那個界線的界線的位置 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物體 A物體 這是液體 看不到 看不到 要包 好 這是A物體 它完全進到水面 A物體進到水面 就是水面 它跟水面中間會有一個界線 這個界線 這個界線就是我們講那個長度 界線的長度 界線的長度 L就代表界線的長度 就是環的 對那個環 所以講說是像四環環就是圈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剛剛在做一個實驗 不是說 假設順利的話 因為我剛剛拿那個神開除了 而且它屬生比較低 如果拿那個免線 就是一般縫音線比較細的免線 我鋪在一體上 我如果鋪在一體上 它本來是這樣 歪歪去去 不規則圓的時候 我如果滴了 滴了那個 肥皂的水在中間 它會瞬間被拉開 被誰拉開 外面的長度 所以 你就把一個東西套上去 就是 假設它是完全封好 對 你這樣就可以把一整片表面 張力切成兩片 可以 可以 它可以把表面張力切成兩片 沒錯 它可以內外的液體的表面張 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這樣做 所以它瞬間會被拉開 就是因為這樣 它表面張力把它拉開來 那我們再算表面張力 當然就是拿這個力量 拿這個力量來算 可是這力量很難算 因為這力量是圓的 你會不知道它力量 到底有多大對不對 對 加好 如果你太專心 你會印象在學習的話 你就要告訴我 就告他 對 對 對 他說 對 對 整個圓中 對那一圈 黏線 對對對 沒有 沒有可以連接外圈 因為當我們把裡面這個 這樣做 它是讓 是裡面的外面 裡面的張力跟外面張力不一樣 所以它是 被外面張力 外面張力比較大 就外面張力把它拉開 裡面張力比較小 可是呢 我如果說 在沒有滴進去之前 裡面有沒有張力 沒有 裡面也有 裡面張力跟外面張力是一樣 所以它就是平衡的 你是外外的當作外外的 張力它其實是一個往外 兩條 對 就這條繩子 如果把繩子結成一截來看的話 這一截的繩子 在這一瞬間呢 它被外圈往外拉 被內圈往內拉 所以這兩面力量是一樣的 然後附著力就是往內圈 不是 附著力是兩種 液體跟表面之間的附著力 不是說 這個內外的關係 是它碰到的關係 所以我這一間 我把這一圈 放到這邊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條繩子 被內外的張力拉 而且力量一樣大 所以這繩子不會動 不會動 就不會動 所以整條繩子都是 通常的情況下 整條繩子 你放進去歪歪的 它是歪歪的 它根本不會動 所以我們剛在試那個 旅圈的時候也是這樣 放進去 如果放進去的時候 假設那個水沒有在晃動的話 放進去就放進去 它不會動對不對 可是當我這一圈 這個女絲跟這個女絲 放著的時候 我一滴 它就往外推開了 它被誰推開 它被拉開 它是被拉開 因為裡面的張力比較小 外面張力比較大 所以外面就把它拉開了 那就被拉出去 對 這個意思 所以說 還是一樣啊 還是所有跟逆體接觸的長度 對 內心交易 對 但是這邊因為力量 是一樣 所以你量不出什麼東西 所以正在側表面張力是上側的 正在側表面張力有個做法 它是拿一圈 一圈鐵絲 一圈鐵絲呢 它上面用三個繩子 把它吊起來 吊著用個天瓶去測它 這天瓶很精密的天瓶 可以測到它的重量 所以我就把這個鋁絲啊 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把這一圈鋁絲 放到液體上面去 然後這邊開始拉它 拉它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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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脫離 我看拉多少力它會脫離 這力就測出來 是不是力都被測出來 那這時候呢 當我這一圈 伊迪跟他有表面張力 伊迪拉著他 欸 這張是一圈啦 我是從側面看 我一圈 我如果一圈的鐵師啊 或一圈的鋁師這樣一圈 我看 從這邊斜開看 老力的表面 你說 對 上面大家都老力啊 OK 這個就亂了 上面大家都老力 我可以看到上面的老力 你說 當你要控制它是平衡的 不要拉歪歪的 你不要拉歪歪的 拉歪歪的 拉歪歪的 那是側哪個啊 是側放下去的 沒有 側拉起來多少 拉成手也有力 所以要側那個力啊 側手的力 不是側手的力 是側你拉起來的力 它是一個設備 一個天平 我剛剛不是在解釋嗎 它是一個天平的概念 好 我給你看一下實驗 那如果在太空中的還有 所以表面這樣它其實手的力的感觸都很 是啊 是啊 你要把他拉高度的感觸力 你手會讓他失利 因為你要對抗那個幹力啊 對啊 那太空中整個水面都不是表面張力嗎 因為你拉起來 你手力就已經快了 它是內距離嘛 它沒有跟誰有接觸啊 那怎麼會表面張力 那如果我們在接釋表面張力是說 這個液體跟另外一個物體之間的接觸 如果你在太空中做我們剛才剛才做的 等一下 你再講一遍 如果在太空中 一個水在飄 對 然後我們也要把水面放在上面 對 然後一樣點那個水澡水 對 那它會 一樣它跑開 那水會整個散掉嗎 不會啊 因為在太空中它聚在一起的關係 除了內距離之外 它也是重力啊 它本身有萬一沒低啊 那再怎麼樣 它本身因為同一個物體 它的內距離是高的 它就會比較容易聚在一起 它不會說因為很低距離 那這樣子可以這樣子可以低得進去嗎 可以低進去啊 它是相同的 是你說 就是因為你這樣大的時候 手你把它拉起來 那手拉進去就大了 所以不要用手去拉 所以要用一個 用一個小儀器 它那個儀器可以測出 你拉是多少力 那個小儀器 剛好拉起來 對 剛好拉起來的時候 它是用白金環 它是用一個標準的液體 它這個標準的液體 有沒有看到這個圈沒有 這一圈就是我們要測試那一圈 我剛剛講說測試那個表面上那一圈 它是一個跨高 那殺菌它主要是說 因為你表面上 如果附著一些細菌 附著一些雜質的話 它會影響到表面張力 它的表面張力均勻 所以它盡量把它做到均勻 所以它這個白金圈 白金圈 第一個白金環它不容易氧化 上面如果附著一些細菌的話 它高溫把它燒到 燒到那個上面都沒有東西為止 好 調整水平 調整水平 調整水平主要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不要側一邊 你側一邊很容易就歪掉 它就表面張得有點突破 它整個就收掉了 它的肚子真高整 因為這是很微量很微量的天秤 它非常非常小 它可以測的那個力量很小 先白金環掛移吊桿上 這些動作在做歸零的動作 就是你要先測試說 這個白金環的重量 它這個吊桿的重量 都要全部做歸零 它在做歸零的動作 你要加速一點點這樣 我不知道 這不重要 這水的溫度影響表現當勵 所以溫度要先企骨 它先把它放到下面去 就是準備要測試 看一下 放上濕料板進去 上升至最接近板子環的高度 白金環 大概一圈是白金環 對 對 你幫忙做歸零飼料板下 旋轉飼料板成這樣 碰到一面積度 碰到喔 此月開始 它這個時候開始往上拉 它那次拉是往上拉 它這個時候會被拉住 那個白金環被水拉住了 所以它往上拉的時候 你可以看指針開始往上走 表示這時候施的力還不足夠把它拉起來 那材質有差嗎 這是白金環 白金環目前來講是一個標準 就是它 事實上材質都可以 你可以用鐵環 你可以用銅環 可以用各種環 車座上不一樣 車座上不一樣 所以你要先定住一個標準就好 好 先定住一個標準 那現在大家普遍用白金環 白金環就是標準 大家有共識用白金環 你可以看到上面在飄起來 你是在跑起來嗎 這邊再往上走 棒棒是因為它快起來了 它這個就是 就是測到什麼時候停止為止 測到它白頭髮脫離也不帶轉 懂意思嗎 所以測離脫離之後有點空空 因為看到你現在目前的刻畫是多少 就是它目前所思的力量是多少 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時間就這樣 這樣夠點難難 那你這個得到的是什麼 測出來的毒指是什麼 力 沒有錯 我是力 長度是什麼 線圈的那一環的長度 線圈可以測嘛 這時候記得要乘以二 為什麼 因為你從在測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是有兩個表面張力 它除了外圈的表面張力之外 它有內圈的表面張力 它同時拉著那個環 它有兩個力往下拉 對對對 圈內圈外都有水 所以它兩個力要往直 變成都兩個長度就對了 它沒有兩倍的長度 要除以二 測出來的結果要除以二 但是張力要再除以多 因為它細心差一點點 有一個環度嗎 一點點沒有 差一點點 所以那個環越細是越好的 如果你可以找那個環 那個紙巾可能是只有0.1mm 可是越細的環 它的強度不夠啊 它會變形 人家大家都可能反而變形 也不行 所以那個有個限制 那懂你意思嗎 所以這樣會不會側 會非常好 所以我們也知道表面張力的意義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影響表面張力有什麼東西 會影響表面張力 溫度 溫度還有什麼 雜質 雜質 所以剛剛為什麼白金環 要先把它燒掉 旁邊燒一燒 把那個雜質燒掉 讓它東西不見了 不會影響到你的測試結果 液體的表面張力 所以它測不同的 它這邊講說影響液體的表面張力 指的是同一種液體 同一種液體裡面來講 為什麼測出來的結果不一樣 我們從這邊看到的當然很清楚 是不同的液體 它有不同的表面張力 這個綠色如果我剛剛把那個水藍色 要看清楚它的狀況 對 對 像加藍 加藍料之後 它是會改變到表面張力 我們剛剛講雜質 這個藍料就是雜質 但是改變得很有限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它的結果 那剛剛志杰講吸管狀況 你不管它外面看裡面 都可以看到 平常可以看到有一點點 它在邊緣的地方 是有點往下凹 它不是往上 就是有點往下 表面張力變差 可能是會不會變更凹嗎 表面張力如果變得更差 會變得更凹嗎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那個 變差的話應該會變得比較平 如果基本上沒有表面張力的話 它是平的 沒有表面張是平的 那如果表面張力它會變得 其他的都會變出 對 但是 呃 事實上那也是我們表面張力 那也是我們表面張力 它變出的原因是 譬如說 我們看喔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 附著力跟 內距離的影響 兩者之間 你說變出或變 譬如假設 我這樣問答 表面張力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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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附著力的表現 它就是這個物體 跟這個物體的附著力的表現 但是附著力指的是 但是附著力指的是 對 附著力指的是 比較像這個面的附著力 假設我現在拿水 滴在一個面上 譬如滴在木頭上 你可以預期 但是水會變得怎麼樣 被吸掉 水會變這樣平民的 對不對 蛤 我說滴在木頭上 滴在紙上面 紙會需要 但是在滴下去那時候 大概是長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滴在什麼地方 如果滴在油上面 譬如滴在蠟土上面 你會看到那個水 那個液滴會長怎麼樣 會比較像一顆喔 是不是 好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是斜的 為什麼是這樣 這跟它表面之間的附著力有關係 那跟表面張力有什麼關係 實際上也有關係 實際上也有關係 那表面張力在這邊要講 如果我們講這個定義上來講的話 他說 同類分 同類液體分子間的細體叫內聚力嘛 液體叫附著力嘛 液體叫附著力嘛 那我們講說表面張力是說 是 表面 要縮到最小的那個力 使這液體要縮到最小的那個力 要縮到最小的那個力 要縮到最小的體系那個力 算內聚力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 算是內聚力的力 算內聚力 對 就縮到最小 所以水會凹上去 那其實就是內聚力比附著力大 對 內聚力比附著力大 好 所以不同的材質 你看看不同的結果 你看 像這個來講 吸管是塑膠的 玻璃是 玻璃是玻璃材質 所以玻璃跟液體的結果 是有點內凹對不對 對 可是吸管的話是平的 所以它對玻璃的附著力比較強 可以這樣講 那對吸管的附著力比較差 因為加窄 會讓它的 表面張力變小 附著力 附著力 附著力變好的樣子 應該是變附著力變好 那不是說表面張力是附著力的展現嗎 對 表面張力是內聚力的展現 內聚力的展現 內聚力的展現 對 內聚力的展現 OK 好 不錯喔 這頻寬突然醒過來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測的表面張力部分 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看喔 那這邊會有毛細現象 什麼是毛細現象 水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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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常看到毛細線要什麼樣子 除了我們看到吸管這個 這個毛細線要吸裡面有什麼用嗎 衛生紙 植物的毛細線要衛生紙吸水 你有沒有看過現在有種新的講過濾方法 譬如你去野怪 我看到水太髒 你要吸比較 石頭跟薩 石頭跟薩是一個不好的做法 這樣比較好的做法是哪一條 布 用毛細線爬出來 因為爬的過程上 沙子不容易爬 水不要爬 那要滴多久 要滴很久 但是同樣的啊 你用沙子石頭過濾 如果效果不好 你如果過濾得很好 事實上你要很密喔 你的沙子到後面要很密喔 如果你沙子很密的時候 你過濾時間是不會要很久 是不是 感覺不用毛細快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一樣喔 一樣會很久 所以目前來講 有人是建議用毛細線來做過濾 看起來我感覺那種看起來效果不錯 我感覺因為沙子真的弄得成 比方那個 算是那個 那個水最好多噁心的 哈哈 我的社區也很噁心 這樣他會去旁邊撈那個黑水池的水耶 有 超噁的 水超噁的 水超噁的 你們不要被針 超噁 以前弄我怎麼還可以 就這樣我就可以做一下水 那好 算了 我覺得那個東西 就知道就好 好 那來看一下喔 毛細節要是這樣 什麼 足滾 如果有足滾 足滾 對 當然是足滾就是殺菌嘛 但是風味不好啊 味道不好啊 你知道來源不好 譬如說 我舉個例好了 大便 殺菌不管可以不會吃 大便 殺菌不管可以不會吃 可以啊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現在講說 地溝油 或是怎麼樣 喜歡他有沒有安全遺慾 基本上這樣沒有 因為他已經除眠過了 對 我反而覺得那個還好 反而他也就是 他也就是把在 冷豬的身體裡面 產生化學過程 弄在一個痛苦裡面處理 他本身上還好 但是有的時候問題比較大 是他整個環境也好想過 對 那我今天不管環境髒髒的話 如果都殺菌過了 就出口 出去之前 我是已經經過殺菌了 不管其他殺菌 高溫殺菌 蒸區殺菌 紫外線殺菌 都殺菌毛 那出去的東西吃了會怎麼樣 確實有問題 對啊 確實沒有問題 只是 只是觀感不好 甚至是味道不好 比如說 有些殺菌毛的 他味道還殘留 你是聞到味道就覺得不好 所以藥是來進入 對啊 對啊 像你說那個 那個大 大黑尺的水 拿出來去過濾完 去煮起來的東西 不是說好不好吃 就是不是說那種 就是 所以心理一處 就覺得很噁心 對啊 那喝起來真的有用力不足 有味道 不足 你直接喝啊 他有沒有 放黑血脂 那這樣會什麼 那喝起來就沒那麼好喝啊 那味道真的不好啊 黑血脂 就是山上的黑血脂 超可惡的 衛生紙拿吃烙土糖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什麼 那個 那你蓄水桶 蓄水桶水用完了 沒有水 那個山檔 那山檔因為長期沒有 下雨就沒有水 沒有水 只要說蓄水池裡面的水 蓄水池是露天的啊 甚至會 會有一個水坑 然後進很多水 然後不知道泡口水 基本上水坑都是 動物也會去那邊喝啦 動物也會去那邊洗澡 對啊 因為他可能 身體這樣就去弄 你這樣好可愛 好 好算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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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獅子怎麼來 剛剛這個罐友問的這個獅子很重要齁 這獅子其實也沒那麼重要 但是是 就是提醒我們一個概念齁 這是 我們可以去呼吸的啊 他怎麼去計算出來 假設毛巾鮮像 我們知道他的高度了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他的 表演張力 有沒有可能 好 簡單來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面 因為他跟這個議題的接觸點 是這個點對不對 這點他是寫的 假設力是往這個斜面上他 基本上表面張力就是 表面張力是在這表面上 跟這表面平行喔 有的就是 假設這個氣球 他表面在哪裡 表面張力在哪裡 在這氣球表面喔 所以力跟力之間是在平行在這個表面上 懂我意思嗎 任何一個氣球的表面 我譬如在那邊畫個點 這是氣球表面 像這個點的張力往哪邊走 張力 我這氣球表面上面有個點 張力往哪邊走 張力往四面八方拉喔 張力往四面八方拉喔 懂我意思嗎 懂喔 這表面張力是平行在這表面上 也就是這表面的切線上 切線方向 懂我意思嗎 我相信你今天下午都要變多了 不是今天下午 不是今天下午 應該不是今天下午 因為他都要沒準備好 今天下午有生活小數 今天下午應該有消費 今天下午應該有消費 對對對 他這個 在這個點上四面八方往外拉 往外拉 所以他這個力會切線給你 補面上 懂我意思嗎 那我擦掉的時候就 我擦個動就擦掉 擦個動的時候他就往外拉開 他順便會往外拉開 所以膠帶在出就不會跑掉 對 他因為表面張力被你的膠帶吸收了 好 沒錯 馬上就抵生了 就非常好的運用 各位看一下 這個表面張力是向上 所以向上這個力是多少 踢對不對 我們假設是踢 哈囉 醒醒啊 向上這個力是踢 對 表面張力喔 我講是表面張力是踢 表面張力是踢 表面張力 對 懂我意思嗎 好 好 他跟這個 跟這個玻璃面有界線 有界面對不對 這是有界面 這界面 撕個腰表面張力 然後往上拉 其實這樣就是 在這邊 你可以想像是 符合力的 好 事實上是 表面張力 我們基本上是 他想到他一直 形成最小曲面 在這邊 他事實上因為有附著力的影響 所以他不壞他的 不壞他的 向中心的 凝聚的力量 所以他有附著力的影響 但是他一樣會控制 使這個表面 面積最小 好 然後這表面面積最小 所以他有力往外拉 這力是 我們講的張力 就是表面張力 就是往上拉 那往上拉之後 你把這個力 乘上這個 界面 這個界面的長度 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 表面張力 長度 長度 力 就得到力了對不對 好 那這個長度是多少 假設這個吸管 毛細吸管的 這個吸管的半字是R的話 這長度會多少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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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把它乘上2R 所以我們的力就是 T T是表現當中 想像的 我們假設的 乘上2R 就得到我們的力對不對 可是力是像 這個斜面拉 對力是像前面拉 可是力跟誰平衡呢 這力是在跟這個高度喔 這高度裡面的體積來平衡 跟這高度裡面的重力來平衡 對吧 平衡才會停在那邊不動 對不對 對 不對 欸我現在講的如果聽不懂 要趕快舉手 或是趕快問喔 不然 我下個 我下個 可能會留下來一下下 怎麼樣 你現在問沒關係 如果是 各層的問題的話 到底為什麼會有表面張力 到底為什麼會有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就是 這個液體想要維持它 最小的一個 面積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表面張力 應該說 你不覺得他反而這樣子 往上移動 他會表面積變大嗎 表面積變大 但是因為他受別的一點影響 他是自己會來張牌嗎 他會來張牌 他會來張牌 既然表面張力就會要他變小 對 他應該就不是為了表面張力 所以往上爬 不是 表 基本上表面張力受內距離跟副作力 兩個都交互的一樣 當你單獨一個液體存下來的時候 他只有內距離 所以你看在太空中 他只要沒有跟任何液體 跟任何表面碰觸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水都是一顆球 他的液體不是只有水 任何液體就是一顆球 對不對 在太空中 可以丟水球 是啦 不一樣 不一樣 我跟太空中任何的水 都是一顆球的樣子存 所以你可以抓兩顆球 你可以抓 但你一抓他就黏住了 他黏在掃 那你可以丟出去 你還是可以丟 但是你在丟的時候 他就散開了 他就從這樣爪 他就散開了 他就散開了 你沒辦法抓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抓這個東西 又閃掉了 又閃掉了 他應該是那個 那個 塑膠跳卡住 不知道 誒 真的卡住 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你先看一下 沒事沒事沒事 把這個倒個倒住 你說你看他黏住了 蛤 他會黏住 誰會黏住 他可以叫我 他會黏住了 會黏在手上 因為 他會黏住 他會黏在手上 他會黏在手上 你要丟這個 他就已經從你手上 插過去了 對啊 他會變成小顆的 然後插過去 八道有個專門影片拍送 對啊 我們可以去 你們可以 有公司看一下 他這個 超好 超療癒 超療癒 香噹 看他毛巾 他不用站 他沒有動一 他應該是有黏珠或什麼的啦 但他不受力啊 其實沒有感覺 所以我之後就不能負面 真討厭 然後打開就是一滴喔 好 你看他瞬間 有沒有 等一下 好 這時候 你看他這時候黏住 他事實上就有附著力 就看他黏在這個吸管上面對不對 他擠多一點出來之後 你看 好 這邊 你看這邊還是有黏住啊 他是有附著力 事實上這個女生是有附著力喔 他沒有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可以說這個附著力跟捏距力來比的話 幫你把附著力小 練習長過 那樣子要喝下去會是什麼感覺啊 一樣的感覺會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不會太難的 會不會太難的 他會不會太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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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 如果你不要驗下去的話 他就帶你覺得他這樣沒有錯 你好好吃喔 你不要飄啊 小吃火 我其實就超級大 其實不要亂跑 你亂跑 他反而容易 我這樣子 我這樣吃 容易去攻擊人家 我的帽子不要拿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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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在吹我啊 我突然想想那個噴的怎麼不見 噴霧的那個管子怎麼不見 不是啊 先 不是啊 先 放褲子機的 放褲子機上 不能放在上面 用上褲子機 放褲子機 沒有人在那 沒有人在那裡 哇有有 厲害 這超好 他到底卡住了 他到底卡住了 喔 幹 很耐心 這個地理說那個 他肥皂不咬一下 沒有 欸 修影沒瞄準 我可以先擠啊 不要啊 他現在在那裡 就一隻虎龍蝦 就什麼好緊張的 對啊 沒什麼事啊 虎龍蝦 他在你身上你就知道了 倒了倒了 我現在把整塊都噴完 裡面好像空了 這間掃門會有點累喔 這間掃門會有點累喔 這間好像三個很少啊 兩個 兩個 還有兩個人是那種 比較方法可以來的 我用 我用 你幫我放在櫃子裡面去 不是不是 就是放在玻璃櫃裡面去 然後把這部分先解釋完吧 先看完這個影片 先解釋完 他也很刺激了 怎麼會變一般的水啊 就是一般的水啊 對 我知道他怎麼會上去射水 什麼 他怎麼上去射一趟 你一擠他就射一趟 你一擠他就射一趟 突然 可是他不是跟水變 其實很危險 可是他 他你用力一點就擠出來 好可愛 好帥喔 這水 你看這時候 那個水跟毛巾的附作力很強 對不對 水跟毛巾的附作力 你看水跟手的附作力很強啊 那基本上都是黏住的啊 但是你知道嗎 表面張力當然有啊 那表面就是 維持那個 維持那個水 要形成最小面積的力量 那就是表面張力 但是他有沒有看過 OK 好 那這條毛巾 不再緊 手還是可以剪開啊 他應該還是會彈一點點啦 因為他本身毛巾的結構 他這毛巾可能比較特色 是不是沒有那個就是 你讓我撞掉 你讓我撞掉 他那個毛巾可能他彈性比較差 所以你捲上去之後 你沒有鬆開他會自己鬆開 他沒有那個彈性 那正常來講你擠完之後 我們一般在毛巾水會掉下去 可是因為他沒有鬆開 所以水不會被吸進去 所以沒有吸進去之後 水就是整個包那個毛巾的外層 看起來像這樣一樣 你看他包在外層之後呢 他還是盡可能的讓那個水啊 形成一個最小的表面積 他還是形成一個最小的表面積 所以這個表面張力是在水的表面 鼻子互相拉扯的力量 所以剛才我們講說氣球的表面在互相拉扯的力量 因為他可以讓氣球的表面積極小 那懂什麼 那是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你嚴格來講 你可以說 當他在一個物質的時候 他考慮是內聚力 當他跟其他東西靠在一起的話 你要考慮到附著力的影響 所以他開始手是這樣給他 這樣抖 對對對 因為你在體重的時候 他有個 有個慣性的問題 所以他會拉開一點點 但是因為 表面張力的關係 會讓他收回來 剛才那個系列 而且他還有在太空點蠟燭 他蠟燭火會在上面 他火會在上面 他火不會在那個 有線上 他火會在上面 然後中間是空的 他不就沒有得燒了吧 中間是空的 真的你看 真的 太空中的蠟燭嗎 真的太空中的蠟燭 他火是在上面燒的 是嗎 那你有胖嗎 那這樣怎麼燒 我不好 那真的超帥的 他火是在上面 然後有顏色 然後中間這段沒有東西 應該 想那個Canada 那個好像 那是燒浪 吃點心 毛巾系列 然後我之前看到 他蠟燭的 點那個毛巾 裡面找啊 嗯 要不要到頻道裡面找 不然你直接到那個頻道去找 點那個毛巾大聲 然後看旁邊看有沒有 沒有 心裡可以這樣 可以搜尋 可以搜尋頻道嗎 不行 欸可以耶 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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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蠟燭會比較好 真的耶 欸 蠟燭也太好 Candle 但是如果他才被拚尋 你會 就在那個上面掌 沒有沒有沒有 你沒有吃過 有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覺得你剛講那個狀況不太 跟我密切的不太一樣 基本上我聽過 聽過他們講 在拍工作座 不太點火 不太點火 是因為你拿工作座的好像 喔 他們是燒一個蠟燭啊 然後蠟燭一點的時候 火就咻 然後到上面 應該不是 那不是 真的啊 但是你這樣 為什麼他會咻上去 怎麼解釋 咻上去 對 我解釋給你聽 解釋給你聽 蠟燭剛點的時候呢 那我剛剛點的時候 火為什麼朝下 因為氣流浪 不是 他沒有重力 沒有重力 我這個氣體比較熱 他向上 所以他火是向上 可是在太空中 因為他沒有 沒有沒有重力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火 如果是點的火才 那火應該是一團 哦 就是那個火球 基本上就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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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團 那你今天蠟燭 點著 蠟燭為什麼會點著 蠟燭點著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 那個 蠟的氣體帶來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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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的時候呢 在我們地球表面 點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事情 我做過 你點完蠟燭 它吹息 它會一直煙 就是你在蠟燭上面點火 它火會傳下來 那煙會燒著 懂的意思嗎 你把它吹息 那個吹息還很強 因為你一吹那個煙就散掉了 所以你看那個 當它熄滅是 一點點它熄滅掉之後 它那個蠟燭的足夠 還有煙會跑上來 用捏的 嗯 還是吹息 我們那時候還是吹息 但是就是要 那個力量控制很好 就是讓它有一道煙上來 有一道煙上來 你用打火機點後面 那火會傳下來 火它是 那隔這點火 那整條就沒有煙了 那整條就沒有煙了 隔 懂嗎 你繼續有看過 為什麼真的沒有 是嗎 修莉 那整條煙就沒有煙了 欸 修莉的電腦 那整條煙就起了 是嗎 對 對 你看這個煙喔 超可愛的 它就這樣點火 它就下來 它是隔風點火 因為那個煙本身有火 可是在太空中 它很難這樣做 是因為 你點那個煙啊 到底會往哪邊跳 所以開安全箱 不要不要 這是什麼 這是隔風點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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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隔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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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這幹嘛 真的 I don't understand 好 好 好 那個 OK 那個佳老 如果妳真的找到跟我分享一下 好 我把這邊講完 好 所以它可以直接說 管它會往上還是往下 它的力通通就是 它的力通通跟這個 前面這個算是 算出來表面張力一樣 所以它在這裡也沒有 可以直接這樣講 表面張力指的就是 表面要讓它控制在 就是表面那個表面上面有個哪裡 表面平行的表面上有個哪裡 拉力 就這樣 好 基本上一條繩子啊 老師我這條繩子 我們說繩子中有張力 什麼叫張力 我這樣一拉的時候呢 請問那張力往哪邊 不對 這張力往哪邊 不對 內是指哪邊 好 任那點切開齁 都有一個力往另外一邊拉 那就叫表面張力 不是叫繩子張力 表面張力指說 任了一個點 你如果可以把那點剖開 那表面都有一個力往外拉 那就表面張力 所以從上這個地方 講這個這個剖面 這個液體的剖 你把這個液體跟這個鍋裡 切開來看的話呢 切開來看 你會看到這個表面有個力在拉 那個力的大小是怎麼 這力大小就是表面張力 它是已經被算做了 對 你可以從剛剛的測量方法去測量出來 所以是不是表面這樣子拉這個 對 因為你剛才在休息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嗎 剛才聽他講話 你說 你這樣拉的時候 表面張力其實是要幫你把這個東西拉斷 拉開 對拉開 所以你看我這繩子在拉它 你說我這樣往這邊拉 這繩子為什麼往這邊跑 因為他的繩子 張力會一直傳過來 所以 假設我這邊有滾 我這樣拉這繩子往這邊走 因為這個表面張力把這個力量傳過來 表面張力每個點切開 大家可以看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影響 好 我們等一下再談那個 表面張力怎麼測量 表面張力測量出來之後 你看到嗎 這表面張力在這個點上作用它 這T的T可以結合到對不對 T跟這整個圓周乘起來就是一個力 這力是向斜方向走 所以斜方向走 它跟誰平衡 它跟中間的液體的質量都平衡 懂個意思嗎 那中間液體的質量有多少 是不是先稱之為體積 再增加密度就好 體積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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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是 高度是我們假設是歪 這邊假設是高度是歪 高度是歪 高度是歪 這寫在哪裡 它沒有寫 它沒有寫 意面差 意面差是歪 那寫在哪裡 最常的 最常的 內外意面差是數學式微 歪 歪 這寫在這邊 這是歪 歪點這東西 內外意面差的高度是歪 所以歪是那個高度 所以我面積知道是太陽平方 太陽平方是那歪 就是體積嘛 再乘上low 是不是質量 再乘上g 是不是重力 所以這個物體 在這邊 它所受的重力向下 對不對 表面張力是向上 可是表面張力不是完全向上 你必須存在一個cos 對不對 存在一個cos 才是向上 懂意思嗎 口散是這個角度 所以我從這個歪 這是張力 張力的分力 存在一個cos之後 它得到一個分力 這分力才平衡 它可是所有的質量 你說 為什麼它的下面是r 它不是算 所以 我們來追檔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了 不是得到d d d是 它們都約掉了 它們約掉了 質量是mg 對不對 mg m是 m是 pi r平方 乘上多 還在乘上y 要寫太小 看得見嗎 這個質量我們的fcos α會等於mg 這沒有問題吧 這是力向上的力 會等於重力 cosα 沒有問題吧 那m等於什麼 m等於y y y是高度 pi r是底面積 low是密度 乘起來是不是等於質量 對不對 所以質量再乘上g 會等於我們的力量 在乘上α對不對 這邊約掉約掉完之後 把這個部分除過來 就得到y等於p and then low g r 分之2t cosα 就得到 這跟課本 這邊所提的部分 是一樣的意思 在這裡 這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 請你推導一下 對 後面被約掉了 可以再看一下 基本上在這邊得到的是 t跟2p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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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只剩到pi r 對 他也約掉了 他也約掉了 pi r 跟pi r 平方相約 對 對 這一個是r pi r 平方指面積 pi r 平方指面積 為什麼他平方指面積 為什麼他平方指面積 因為他指面積 因為他指面積 我們要算他的質量 因為他指面積 那為什麼他上面是這個 下面是算圓周 上面是周 下面是質量 對 上面是圓周 因為我們的張力 是跟長度來稱 長度有關 內徑就是半徑的意思 內徑就是半徑的意思 內徑是半徑 對 所以同學現在看到 你可以看到什麼 當我的r越大的時候 y會越大越小 越小 我的r越小的時候 y就會改變越大 在這邊表面張力都沒有變 再換個表度講 我的表面張力 如果很小的時候 y會怎麼樣 y變小 對不對 表面張力越小 y的改變量就越小 這意面差的部分就越小 越沒有改變 所以可以看到 基本上 意面差 意面差 這水的意面差 是最大的 水的意面差 它的那個 Y是比較多的 好 是 好 是 意面 下課可以去吃意面 好 OK 我們現在上到這邊 記得今天的作業 是把這個毛巾線上部分推倒一下 OK 下禮拜 我們把那個 後面的白乳梨定律講完 這一段就結束了 所以白乳聚的一定要預期 你們都不預期 上課真的不好上 好不好 OK 拜拜 請我一起去試的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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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roblem 比如說 我跟我說 對 我跟妳講 第一個 還有一個提醒一下 秉寬 回去查一下 我用那個 Google開出論有 有一個要求 有進去的 OK 你有收到嗎 對 你有收到嗎 我有收到信件 你有收到信件 對 確認一下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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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同意一下 然後把座椅交加帽 然後我給你看一下影片 來過來 為什麼我都沒有看過 因為你剛剛看過 他沒在看 他應該回去自己看 然後我就找給我就好 你看到他在那個影片的時候 是被倒的 不會放的那個 放給我 對 因為你講說 他會這樣衝上去 讓我想到好像比較瘦 不是真的 我之前有看過 他那個蠟燭 零火 那個火是在上面 我們要正